111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进入倒数计时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提起车辆所有人要在期限之前完成缴款 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而没有缴税的车辆行驶在公用道路上被查获 还会被加罚一倍的税款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111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进入倒数计时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提起车辆所有人要在期限前完成缴款 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现在每月三日会加征1%的自纳金 最高将加征到10%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如期的缴纳 地方税务局也提醒 为缴税的车辆行驶在公用道路被查获 还会被加罚一倍的税款 请民众特别注意 还要提醒民众的是 111年度使用牌照税如果在年底之前没有缴纳 那112年行驶公共道路将处一倍的罚还 请民众一定要如期缴纳 事务局表示缴款方式十分的多元又方便 请民众赶快缴款 以免被罚 谢陆辉欢迎市报道